天煞孤星穿成顶级反派喜白白 做任务拯救青涩男主小可怜 可刚穿来就落在男主浴池里 不但被放血给男主沐浴 还被男主埋凶砍是小草莓 少女都惊呆了 难道喜白就是喜白了送上来 少女名叫梁英 天玄大陆第一宗门门助独女 上一世在历练时救了一个名叫青若的少年 贪图她的天赋便让门主父亲瘦为养子 在青若修位突破时 梁英亲手抽走了她的天赋灵根 还将她打下山崖致死 后来青若被山崖下的魔修复活 化魔归来覆灭了整个宗门 梁英本该重生到七点带着青若好好修炼 完成她做盟主的愿望就能洗白 谁知却被传送到了她死后黑花堕魔的时期 此时青若恨不得将她包皮拆骨 梁英不但被放了血还被震碎了全身经脉 一个废人怎么跟黑花大佬斗了 梁英又是疼痛又是惊恐 埋在水里瑟瑟发抖 青若却是笑得杀气腾腾 姐姐你真是越来越有趣了 明明已经断气半天居然还能醒过来 难道是魂魄无法安息 不想离开我才回来了 姐姐你对我可真好啊 梁英心慌的笑容都僵硬了 你感动就好 青若闻言愣了一下 突然发现她醒来后就怪怪的 当即故作可怜地说 姐姐你会怪我这样对你吗 梁英心里都要尖叫了 经脉尽断放血而死我怎么可能不怪 可为了小命着想 梁英还是陪着笑脸说 弟弟我不怪你 不管你做了什么我都不怪你 谁知这句话彻底惹毛了青若 青若直接召唤出宝剑 狠狠地一刀刺向梁英胸口 梁英吓得魂都要飞了 还以为要就此凉凉 结果青若猛地停下手 俯身亲上了她的胸口 贪婪的舔是水吸着伤口 海英侧侧地说 我只是在为姐姐治疗伤口 就在这时系统恰好积蓄够能量 帮梁英修复好了身体 梁英立刻一把攥住青若的手 反手将人甩飞出去 然后跳上岸转身就跑 可是还没跑出去两步 梁英顿时心口一阵剧痛 原来前世黑化的青若弄死她之后 又给她的身体里种下了蛊虫 只要她赶跑就让她痛不欲生 此时梁英根本无力逃跑 只能眼睁睁看着青若追了上来 聊起她的下巴叹息一声 姐姐你不该对我有所隐瞒了 说着就俯身亲了下来 梁英气得都要尖叫了 这是什么鬼 怎么又亲上了 这人就是个变态 就在这时敲门声响起 下属在外面禀报 店主大人不好 那些宗门的走狗又来了 青若文言猛然起身 浑身杀气瞬间暴涨 转身便气势汹汹的摔门离去 天煞孤星穿越过去拯救小可怜男主 谁知传送失败回到了男主黑化之后 刚睁开眼睛就被男主放干血还中了鼓 青若黑化后不但堕膜还成了变态 一边恨不得一剑戳死他 一边又抱着他亲的昏天黑地 愿望也从当盟主变成了和梁英开摇摇车 两人正亲的男舍男分时 属下前来禀报 宗门的那些走狗又来了 青若顿时杀气暴涨 气势汹汹地出门迎敌 他刚离开师兄 许然就跳窗而入 激动地一把抱住梁英 师妹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 梁英瞬间心头一惊 青若最讨厌的就是他和许然接触 就在这时 青若突然去而复返 一看到两人抱在一起 瞬间魔中划过一抹稍纵即逝的痛意 梁英吓得赶紧将师兄推开 大魔头这点也撞得太好了吧 许然被推得一脸茫然 连声追问师妹只是怎么了 梁英都要急死了 赶紧立声命令他不许叫自己师妹 许然当即一箭指向轻弱 我就算是牺牲自己 也绝不会让师妹你落入这畜生手中 梁英简直要呕死 这个猪队友谁要你牺牲了 果然青若闻言怒即反笑 姐姐你是怕我伤了你的心上人吗 梁英瞬间猛住了 原来前世他经常当着轻弱的面 夸许然是所有女子都想嫁的好男人 此时许然听到的轻弱的话勃然大怒 你这畜生还好意思叫他姐姐 转头又安慰梁英 你放心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 回去之后我立马娶你 这下轻弱可是彻底被激怒了 直接一箭就朝着许然劈了过去 两人打得难舍难分 梁英看得心急如焚 赶紧问系统许然会死吗 系统说当然不会 许然可是这个世界的气韵之子 运气好到爆棚 可话音刚落许然就被砍了一箭 狠狠地打了系统的脸 系统顿时急了 英英你还是快点就一下气韵之子吧 气韵之子要是挂了任务就失败了 你这一世的诅咒还会翻一倍 梁英顿时急了 恰好此时许然落了下风露出破绽 轻弱直接一箭刺向他的心口 梁英吓得闪声扑了过去 咬牙挡在许然身前 轻弱顿时下的瞳孔紧缩 连忙将攻势硬生生地收了回来 却被剑气反射猛地喷出一口老血 梁英趁机催促许然离开 许然不甘心地咬紧嘴唇 完了完了 这下大boss是彻底被我惹毛了 金牌杀手穿越前世拯救黑化大boss 可第一天就被boss捆上锁链关进小黑屋 只怪他昨天放走了大boss的情敌 当时轻弱瞪着他的眼神都带着杀气 梁英突然想起系统说过 轻弱前世是喜欢自己的 甚至在他死后将蛊虫放进他身体里 就是为了维持他的尸身不服 梁英当即点起脚线上相吻 轻弱我喜欢你 我放走许然并不是因为喜欢他 谁知轻弱更生气了 为了他你居然愿意牺牲色相来取悦我 说着就狠狠地再次亲了下来 直接将梁英亲的窒息昏迷过去 再次醒来时就听到系统哭诉着 你当着他的面放走他的情敌 大爆的恶念值都涨到一百 你倒是使出浑身解数勾引他呀 不然咱俩都要倒霉了 梁英急得就想下床去找轻弱 这一动才发现 自己双脚竟然被锁上了铁链 梁英这下猛了 就在这时轻弱带着小师妹走了进来 小师妹激动地扑进梁英怀里哇哇大哭 大师姐你还活着太好了 我还以为你早就因为师兄而死了 大师兄你怎么不早点带我来见师姐 我得知他过世的消息时难过了好久 轻弱也理会他的问题 只是交代他照顾梁英的饮食起居 小师妹抱着梁英的胳膊 甜甜的连声保证会照顾好大师姐 目送轻弱离开后 小师妹立刻将门窗紧闭 跟梁英说起了悄悄话 师姐我知道你因为师兄灭了青蓝宗 所以一直恨他 但是这也不能全怪他 轻弱居然没有告诉任何人 这些事是我做的 一时间心里愧疚极了 说到底轻弱会变成这样都是因为我 是我对不起他 他却没看到小师妹低下头去 掩饰的那一抹奸笑 轻弱刚要开口说什么 系统突然提醒他 大巴还没走 只是站在走廊上正偷听你们的对话 梁英当即冷笑一声开始飙息 小师妹你想到哪里去了 我怎么会怪轻弱呢 我们情同守足 我从来没有恨过轻弱 小师妹却根本不信 从高高在上的宗主之女跌落到尘埃里 怎么可能不恨自己的仇人 既然师姐不恨师兄 那为什么要当着所有修士的面 诅咒他不得好死 还跟他恩断一举 金牌杀手穿越城狂 虐男主的炮灰反派 亲手夺走男主的天赋灵根 将男主打落悬崖丧生 男主黑化堕魔归来后 将梁英锁在小黑屋里强制爱 可梁英居然还当着男主的面 放走了他的情敌 即便如此男主都没有将他的恶行功 置于天下 梁英愧疚的心都纠成一团 他上辈子的智商是被狗吃了吗 而此时轻落就躲在门外偷听 小师妹还在这里煽风点火 大师姐不是告诉过我 你的心里只有许然师兄吗 梁英趁机表白心意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以前是我年纪小 看不清自己的心 其实我喜欢的是轻落 门外偷听的轻落顿时瞳孔紧缩 红袖下的双手紧紧钻起 激动的全身都在颤抖 而小师妹还不依不饶地追问 你若是真的喜欢师兄 为什么还一见刺穿师兄的胸膛 明明师兄都已经放你走了 梁英文言瞬间实话 我上辈子真是他喵的王寺里坐呀 面上却只能故作无奈 你若是看到自己心爱的人 亲手灭了你从小长大的家园 你会不怒吗 小师妹觉得不能再问下去了 轻落师兄还在门口呢 再问下去他都快要自己洗白了 当即借口说要帮梁英准备膳食 便急匆匆地推门离开了 夜晚小师妹才敢对梁英露出杀意 轻落师兄竟然对你用情这么深 就算是囚禁你也要把你留在身边 小师妹极度的脸都扭曲了 我绝不会放手 轻落师兄只能数 殊不知夜深人静之时 轻落悄悄地出现在梁英床头 静静地看着他的睡眼 梁英察觉到破人的压力醒了过来 睁开眼睛就看到轻落的冷脸 不是说要见我吗 有什么话就现在说吧 梁英当即满心愧疚地说 我为过去的事情感到抱歉 可是你却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才是罪魁祸首 轻落当即掐着他的下巴冷声嘲讽 姐姐最近的苦肉计可是耍得如火纯青 梁英顿时计了 我真的没有骗你 到底要怎样你才会相信我 轻落文言谋色越发阴沉 姐姐你不应该一而再而三地欺骗我 这可是你自找的 说着就按住他的后脑勺狠狠地轻了下去 仿佛带着发泄的异味 梁英下意识地挣扎着 可这更激怒地轻落 直接撕裂了他的衣服 双唇越啃越向下而去 随后就将他压了下去开启了摇摇车 小师妹在门外听着里面的暧昧声音 恨得咬牙切齿 轻梁英你为什么还不去死 而被柔成破布的梁英整个人都傻了 明明先前轻落还恨我恨得牙痒痒 怎么现在就酱酱酱了 而且系统也欢呼起来 大爆的恶念值降了 现在只剩下75%了 少女穿越成恶独女反派要洗白 开局就被黑化满主 锁上铁链关进小黑屋 只是坐了一次摇摇车 就下降了四分之一的恶念值 可梁英却决定要改变策略 轻落实在是太能了 就他这小身板再来几次就得死翘翘 以后还是走情感路线吧 系统给他加油打气 就冲大爆碎炎直至持久力 你喜欢上他是迟早的事 梁英顿时恼羞成怒 恨不得立刻捶死这个狗系统 这一番折腾反而把轻落吵醒了 轻落看到他满身的痕迹 就开心地笑了出来 没想到我是姐姐的第一个男人 梁英文言瞬间炸毛了 难道他是什么很随便的人吗 梁英气得一拳砸了过去 却被轻落一把握住手腕 一个翻身压下身下 姐姐比我想象中的更美味 更是让人欲罢不能 说着就狠狠地亲了下去 又开起了新一轮的摇摇车 再次醒来时梁英觉得全身都要散架了 而旁边早已空无一人 梁英心里顿时有种莫名的失落 他刚刚披着外套起身 小师妹就端着热水推门而入 笑眯眯地招呼着他过来洗漱 可梁英只看了一眼就沉了脸 索性跟他撕开脸皮 开门见山坝不必遮遮掩掩掩 小师妹文言有些紧张 却还是强称地笑脸装无辜 大师姐在说什么呢 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 梁英顿时冷笑一声 是不是我将这盆水钻给轻落 你就听得懂了 你在这水里下了大量的绝子和欢药 想让我这辈子都无法生育了 你好歹毒的心肠啊 假如你的轻落师兄 知道你这天真的面具下 是如此狠毒的心思 你说他还会留你吗 小师妹直接砸了洗脸盆 干脆又不装了 原来你没被我骗过去 说吧你到底想怎么样 梁英毫不客气地说道 滚出酒优店 小师妹对石器的直接威胁 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若是出去一定把你不知廉耻 勾引轻落的事情告知天下 梁英二话不说 猛地一把掐住他的脖隔 全身散发着森森杀意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还是不要留后换好了 反正在轻落眼里 我不过是恶毒的骗子 就算我杀了你也没什么大不了 说着就用力收紧手掌 小师妹都快要窒息了 连忙哭哭啼啼地求饶 大师姐我错了 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他一边哭一边拼命挣扎着 梁英渐渐地力不从心 当即一把将他甩了出去 小师妹私里逃生也不敢再捋虎须 赶紧跳起身晾晾翔翔地逃跑 梁英这才无力地摊坐在椅子上 刚才他可是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 才把小师妹忽悠跑了 当务之急是攻略大boss 可轻落一大早就不见了 系统顿时急了 他该不会是得到你之后 就觉得没意思了 转头去找别的女人了吧 少女穿越前世攻略黑花大boss 第一天就被boss压着开摇摇车 一觉醒来后boss居然不见了 系统顿时急得团团转 大boss该不会是得到你之后 觉得没什么意思 转头去找别的女人了吧 梁英气得想捶死这个乌鸦嘴 轻落才不是那种朝三暮四的人呢 可心里忍不住有些忐忑 当即不顾酸痛的身体 赶紧出门去找轻落刷存在感 谁知刚到门口就被侍卫拦住 店主大人吩咐过 姑娘哪里都不能去 梁英顿时愣了一下 连忙解释自己只是想去周围走走 侍卫虽然态度很恭敬 但还是丝毫不肯放行 梁英健壮无奈极了 果然和自己想的一样 他根本无法离开这里半步 从那之后梁英好几天都没见过轻落 不由地怀疑真相系统说的那样 轻落已经变心了 就在这时轻落突然出现 猛地从身后抱了上来 言语中带着一丝欣喜 姐姐如此黯然神伤的模样 是因为我这些天没来 想我想得紧了吗 梁英顿时气急败坏地挣扎起来 你给我放开谁想你了 谁知轻落反而更加高兴 直接一把将她公主抱了起来 姐姐这些日子应该憋坏了 我带你去散散心 梁英文言喜出望外 眼神亮晶晶地看向她 轻落见状眼神危暗 姐姐别用这种流口水的眼神看着我 我会害怕的 梁英简直要气炸了 谁对你流口水 不是说要带我出去还不快走 轻落当即抱着她一跃而起 在矫急的月光下乘风而去 最后落在一座高高的悬崖下 看着脚下连绵不断的万家灯火 这视觉震撼让梁英惊叹出声 真的是好美啊 可山崖变得叶峰呼啸而过 梁英冷地缩了缩脖子 轻落立刻将外套脱下来 披在她身上 叶峰很冷姐姐可别染上风寒了 梁英心里瞬间划过一抹暖了 过去她厄运缠身 孤单地活在耳鱼 我炸枪铃弹雨当中 没想到她的前世 竟然有一个人这么爱她 梁英忍不住留下了幸福的眼泪 轻落见状心里一阵刺痛 下意识地想要帮她擦拭泪痕 可下一秒又神色黯然地收回了手 她是因为不想留在我身边抬哭的 谁知梁英突然扑进她怀里紧紧抱住 忍不住抽气了起来 这一刻她迫切地想要说出真相 你相信有灵魂重生吗 我为你而重生 跨越千年的鸿沟只为遇见你 轻落闻言不由的愣住 狭长的眸中暗潮翻涌 突然她猛地低头咬上梁英的脖梗 既然这样 就让我在姐姐的灵魂上留下一个记号吧 少女穿越成恶独女反派 必须降低黑化男主的恶念值 少女直接将穿越的真相告知轻落 轻落闻言愣了一下 抱着梁英一口咬在她的脖梗上 贪婪地吸食着她的血液 可是梁英不但不觉得疼痛 反而还有种舒服的快感 随后轻落深情地说 血气已经流下了 此后生生世世 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对方 说完两人就紧紧地抱在一起耳并撕磨 可梁英心里却是寒凉一片 轻落的身体已经出现妖化 再过不久她就要走向死亡的结局了 经过一晚摇摇车的美妙体验 轻落的恶念值直接下降了40% 系统都惊呆了 怎么会降这么快 你们昨晚该不会是在丛林野战了吧 梁英懒得跟她计较 只是高兴这么一来 也许不用穿回五年前就能完成任务 就在这时轻落笑眯眯地走了进来 还轻易地叫她鸣 因为你昨夜睡得好吗 有没有想我呀 梁英被她肉麻的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 随后轻落说她要出去一下 真是一刻都不想跟姐姐分开 等我办完事回来就来找姐姐 梁英笑容温柔地目送得她离去 系统简直看不明白 可是等了许久都没看到轻落回来 就在这时外面响起一片喧哗声 不好了 店主大人受伤了 梁英文言顿时耸然一惊 着急忙慌的就要跑去查看 可刚到门口就被侍卫堵了回来 姑娘请留步 店主大人吩咐过 姑娘哪里都不能去 可这会梁英都要急死了 哪里还顾得上这些 当即一把将人推开 慌慌张张地就冲向了轻落的宫殿 刚到门口就看到里面乱成一片 正在喊着轩鬼一惊剑 只见轻落全身伤痕累累 看都不看他一眼 听到梁英的声音 他直接冷声喝赤道 出去 马上出去 随着他的怒吼疼痛更加剧烈 胸口的血液便汹涌地溢了出来 梁英顿时吓了一跳 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生气的模样 可是看轻落那么凄惨的伤口 梁英又不放心地想要上前帮忙 谁知轻落更加生气了 直接拿起桌上的琉璃盏砸了过来 目刺欲裂地怒吼着 滚出去 你是聋了吗 梁英瞬间心如刀脚 不明白他为什么像是变了一个人 当即伤心地转头就跑 说什么深爱 这家伙就是个骗子滚蛋 真是好心没好报 回去的路上系统还在好脾气地相劝 你们早上还如胶似漆的 大爆不可能无缘无故赶你走 你可以绕到窗户旁 悄悄翻进去一探究竟 梁英突然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 刚才的确是自己太冲动 梁英当即偷偷返回去 果然听到暗卫在抱怨 都怪那该死的梁英 要不是因为他 店主大人怎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受伤 少女重生成顶级反派要洗牌 黑话反派刚刚和他互诉钟情 转头就对着他大喊大叫让他滚 梁英当即悄悄前回轻落的宫殿查看 就听到暗卫们在不满地抱怨着 都怪那该死的梁英 要不是因为他 店主大人怎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受伤 这下梁英更不放心了 偷偷地爬窗进入轻落的宫殿 结果竟然看见床漫的遮掩下 一个长得九条尾巴的怪物 正在床上张牙舞爪 还隐隐伴随着痛苦的乌咽声 梁英忍不住担心地靠近 却发现那怪物正是轻落 轻落当即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提到了半空中 而此时轻落已经变成了血红色树桶 头顶长出了毛茸茸的耳朵 身后九条尾巴疯狂地缠绕着 白皙的俊脸上也爬上了血红色的腰纹 神情已然陷入了癫狂中 梁英只觉得喉尖的疼痛远不比上心痛 顿时忍不住掉下来泪来 眼泪滴落在轻落的手上 瞬间唤醒了轻落的理智 他连忙将爪子收了回去 强迫自己不要伤害梁英 他强忍着撕心裂肺般的剧痛 紧紧地抱着脑袋拼命想保持清明 看着他如此痛苦 梁英瞬间心如刀割 当即捧着他的脸猛地亲了上去 双唇相碰的那一刹那 轻落全部的腰化症状瞬间消失了 近似叹息般地说道 都说了让你不要来 姐姐你还真是不听话吗 梁英忍不住抱着他哭喊着 为什么要一个人承担 求你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再瞒着我 轻落心疼地抱着他的脑袋柔身安抚 别哭了 以后不会了 而此时系统才终于查询到 原来大boss是人类和妖王生下的孩子 自从被你打下山崖 他的半腰之血就被唤醒 冯硕日就会发作 今天他为寻帮你恢复灵脉的仙草 遭遇修饰埋伏受了重伤无法压制 才会变成半腰 梁英文言满心愧疚 怪不得外面的暗卫都说轻落是为了我们 之后的日子梁英一直亲自照顾轻落 可这家伙总是动手动脚 让梁英实在是忍无可忍 偏偏轻落还细皮笑脸的撒娇耐蒙 鸣别生气了 我乖乖喝药你快来喂我 梁英只能无奈地叹息一声 认命地先将药液吹凉 然后才挖起一勺味到他嘴里 轻落带着笑意一口喝了下去 还说这要不但不苦话而很甜 梁英文言有些惊讶 赶紧挖了一口送进自己嘴里 煞时间被苦得差点哭出来 轻落被逗得哈哈大笑 忍不住抱着他甜言蜜语 姐姐喂的药怎么会苦呢 不信你再尝尝我了 说着就俯身亲了下去 几天后宗门休士又来攻打九优店 梁英总觉得心神不宁 就在这时暗卫气势汹汹地提刀冲了进来 一脸仇恨地看向他 店主大人那样喜欢你 你为什么要去告密 少女刚和黑花大boss相亲相爱 宗门就带人杀了上来 将大boss困在面膜阵里痛不欲生 关键是所有人都知道是少女告的密 暗卫器的提剑就冲着梁英杀了过来 梁英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千军一发之际小师妹突然出现 反手一剑斩杀了暗卫 然后一把掐住了梁英的伯格 得意洋洋地说 你勾引轻洛赶我出去的时候 想到过有今天吗 梁英立刻反应过来 轻洛是你的喜欢的人 是你告密让宗门的人杀他 你疯了吗 小师妹却极度地已经疯了 轻洛是半腰人人的而株枝 没了他护着你你还能嚣张什么 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得到 我要你眼睁睁看着他死 梁英急得就要追上去跟他理论 谁知小师妹反手就将一颗药丸塞进他嘴里 这半个时辰你是说不出话的 一起去看看他的下场吧 说着就一把将他拖到了珠魔现场 大师兄许然一见梁英 就立刻将人接在怀里 可梁英眼里只有轻弱 此时他被灭魔阵困住痛苦不堪 梁英顿时又惊又怒 明明是半年后的剧情为什么提前了 耳边许然还在柔声安抚着 我知道你一直潜伏在他身边 是为了给青蓝宗报仇 现在你不用怕他了 梁英急得想让他帮自己解读 他想说不是这样的 可许然没有领会道 只抱着他温柔安慰 我再也不会让你被魔头捕获了 梁英心里顿时生起一抹怨恨 为什么要自以为是的救我 你问过我的意愿吗 与此同时青蓝转头看来 就见到两人亲密相拥的一幕 顿时心都碎了 原来姐姐你一直都想我死 伤心绝望之下青蓝瞬间崩溃了 愤怒地仰天嘶吼一声 煞时间魔力暴涨爆破开来 青蓝再次变成了半腰的模样 九条尾巴在身后疯狂缠绕着 宗门长老顿时喜出望外 魔头现在心绪大乱走火入魔 正是最好击杀的时刻 最后青蓝绝望地闭上了双眼 生命的最后他心心念念的只有梁英 姐姐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看着青蓝倒在血泊中 梁英顿时心痛如酒 激怒之下冲破了药物的控制 他跌跌撞撞地扑到青蓝身边 抱住他冰凉的身体哭喊着 我没有背叛你 求你睁开眼睛看看我 许然却是心生动摇 我是做错了吗 可是除魔味道到底有什么错 小师妹还在不甘心地叫嚣着 这女人现在已经沦为了大魔头的心腹 留下来就是个祸患 可这些梁英都听不到 青蓝已经死了 他留在这里也没有意义了 说着梁英就抱着青蓝倒在地上没了气息 天煞孤星穿越道前世拯救黑化Boss 结果却害得报复误会心碎而死 少女立刻跟着Boss训行而去 重新穿越回剧情的起点 再次睁开眼睛 梁英已经回到了五年前 此时她还是青蓝宗的大师姐 手脚筋脉完好无损 此时师弟前来禀报 青蓝这小子已经在烈日下跪了两个时辰 咱们将那小子换回来了 梁英文言瞬间惊呆了 自己前世居然这么丧心病狂 此时师弟还在继续劝说 再过不久宗主应该就从山下赴宴回来了 万一被宗主发现世界一定会受罚的 可话没说完梁英就一阵风势的 飞快地向门外跑去 一出门就看到青蓝正贵在烈日之下 此时青蓝还是个单纯可爱的少年 梁英气喘吁吁地冲到她面前 立刻就要把她扶起来 可是下一秒就被一阵电击击中 痛得整个人都在颤抖 系统赶紧提醒她 抽回了夫人的手 青蓝顿时神情黯然 难过地低下头去 梁英虽然心疼极了 可也只能装着傲慢的样子说 我有些事你跟我来 青蓝乖巧地跟着她回到了宫殿 梁英反手一把将她推到了椅子上 然后皮笑若不笑地柔声安抚 乖青蓝听话 其实我今天让你在外面晒了两个时辰 并不是一位故意想欺负你 只是因为说到这里梁英卡壳了 真是圆英说了就要挨电 可便瞎话又不是她强项 好在青蓝善解愿意地接了下去 长姐如母 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姐姐才会惩罚我的 梁英瞬间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老娘还是青春美少女 有你说的那么老吗 而且这单纯无辜的少年 还是我认识的酒油店主吗 我的攻略计划是不是要从长计议啊 梁英越想越觉得脑子疼 只能无奈地扶袖而去 青蓝刚刚心情有些好转 就听到陆风阴阳怪气地说 大师姐这么快就把师弟脸上的晒伤给削了 这下师父回来可就什么都看不出来了 青蓝顿时神情黯然 原来姐姐只是怕衣服怪罪 与此同时梁英却是要丑死 好不容易刷白的一点形象又没了 系统却是笑的都要抽过去 长姐如母真是要笑死爷了 梁英更是恼羞成怒 可恶的青蓝我还就不幸拿不下你了 现在她这模样倒是跟前世的恶毒渣女有点像 就在这时梁英听到门外有弟子在议论 青蓝此刻正在温泉洗澡 有人偷偷把她衣服拿走 梁英顿时怂然一惊 青蓝这是要被破裸奔了吗 少女反派穿越前世拯救黑化Boss 此时Boss还是个天真无辜的小可怜 每天都要遭受全门派的欺负 梁英刚穿回来就听到师兄弟们幸灾乐祸 他们趁着青蓝泡温泉拿走了她的衣服 这下青蓝要么裸奔 要么泡到晚上才能出来 而这一切只是因为青蓝是天赋最好的天才 众人嫉妒她又嫌弃她抢了别人的风头 梁英听得火冒三丈 这几个魂球可真是欠揍 不过当务之急去拯救青蓝 只见青蓝还孤零零的在温泉中泡着 梁英立刻抱着一套衣服走了过去 刚想着要怎么说才能既做好人好事 又不会崩掉自己的恶毒渣女人设 谁知还没来得及开口 青蓝就扑通一声猛的沉入了水中 将身体遮得严严实实 就这样都害羞的脸颊爆红 梁英瞬间无奈极了 我这是什么洪水猛兽吗 瞧把孩子给吓的 于是他只能轻声细语的说 师弟别害怕 本来我也是来泡温泉的 只是错拿了男士的衣服 反正我也用不上 正好可以拿来给你穿 可青蓝害羞的不肯出来 谢谢姐姐 请姐姐直接将衣服 放在旁边的石凳上就好 青蓝刚把衣服放好想要离开 谁知竟然踩到一片水渍上 脚下一滑就摔进了温泉里 正好砸在青蓝身前 青蓝赶紧将人扶了起来 梁英明里乎乎的 闻到一股独特的香味 下意识的抬头看去 迎面就是美颜爆鸡 还有肌肉紧实的劲爆身材 这就是常说的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的完美身材 梁英激动的留下两行鼻血 单纯的青蓝瞬间吓坏了 姐姐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留鼻血了 梁英赶紧把鼻血擦干净 感觉这辈子都没这么丢人了 就在这次 师兄弟们说说笑笑的返回来了 目标明确的冲着青蓝而言 青蓝顿时急了 绝对不能让他们发现姐姐在这里 否则姐姐的清白就毁了 于是青蓝一把将梁英拉到身后 狠狠的压进温泉里 当做好一系列演示行动 以陆锋为首的弟子们就走了过来 随手就将衣服还给了青蓝 青蓝当即表示自己要换衣服了 请师兄们离开 而此时梁英被死死地按在水里 气得在心里暗骂 这个司行罗居然用这么大力气按我 这力度哪里是把我当女人了 他睁开眼睛向前一看 正对上青蓝又白又细的大长腿 随后他下意识地抬头看去 煞时间经得呼吸都急促 这个不就是传说中的祠堂吗 少女好心给Boss送衣服 谁知却被Boss按进水里 一睁开眼就能看到Boss白细的大长腿 一抬头就对上那规模宏大的祠堂 梁英顿时呼吸都凌乱 而此时陆锋等人来还轻落衣服 却被下了逐客令 顿时不高兴地骂骂咧咧咧 你以为谁愿意在这里多待啊 真是让人讨厌 话因为落就看到 青若身后的水在咕噜咕噜冒泡泡 青若顿时及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师兄他们该不会是发现了吧 果然陆锋没好气地质问着 臭小子你这水面周围在那么鼓起水泡 青若突然灵机一动 今日我吃得比较杂 所以肚子有些不舒服 众人瞬间如遭雷击 均是一脸咸污的瞪着呢 可青若根本顾不上丢脸 只注意到咕噜声也来越急促了 这不是普通的吐气泡声 是水下的人快要溺水 他想的一点都没错 梁英都快要被憋死了 挣扎着想要从水面冒出头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青若突然也潜入了水底 抱着他就亲了上去 趁机将嘴里的空气度给了他 直到梁英呼吸平稳后 青若这才红着脸再次站起来 努力平复着心底的悸动 此时众人捂着鼻子嫌弃的都要吐出来了 看来这一池子的谁都要被他熏臭了 幸好这温泉池里的水是流动的 不然我以后都不来醒 目送着众人离开后 青若这才松了一口气 而梁英也跟着站了起来 浑身湿淋淋的直往下滴水 湿透的衣服隐隐有些透明 青若不好意思的滴下头 害羞地解释着 我是无奈之举 请姐姐不要放在心上 说完便抓过衣服跳上岸 一溜烟逃跑 只剩下梁英而康守将在空气中 梁英只觉得头疼欲裂 她好像又把事情搞砸了 很快宗主就回到了宗门 第一时间召集梁英前来 梁英换过衣服后连忙赶来 宗主不满地质问着 丁跑到哪去了 刚才陆峰到处找你 以为见你的影子 梁英瞬间紧张起来 强称的从容不迫地解释着 我刚在房间里专心修行 门外谁设下了结界 什么都听不见 山一使径竟然忘了时辰 陆峰文言有些不解 大师姐欧刚刚明明没有在井殿内 他为什么要撒谎 宗主也没有继续转 说起了正事 山下有许多人失踪身亡 你们即刻启程去探查一二 第二天梁英就带队下山历练 可大家都有没车坐或者骑马 唯独轻落可怜兮兮地 被迫追在马车后面奔跑 导致男主黑话堕膜的恶毒女反派 刚穿越过来就带着宗门弟子出门历练 可师兄弟们全都骑着高头大马 梁英更是坐在马车里 唯独小可怜轻落 在后面跑得都快要断起了 众人还假惺惺地说 这是为了锻炼他的体魄为他好 只有清纯可爱的小师妹面露不忍 可也只是轻声安慰了一句 师兄你忍耐一下 再步步久就到了 轻落礼貌地笑着说谢谢 毕竟这是稍有的关心他的人 马车里的梁英看到这一幕瞬间就酸了 轻落这魂球竟然对白河这么温柔 可他实在是狠不下心 看着轻落在后面徒步追车 当即凶巴巴地下令 让小师弟马车 今天的任务比较急 不能让他拖后腿 陆峰文言疯狂吹彩虹屁 大师姐真是英明啊 梁英都有点佩服他 真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拍马屁的机会 于是陆峰回过头去大声喊着 大师姐怕小师弟太慢耽搁了新女城 精致的罗宾 破个力让你上马车你可得给我老实点 轻落文言瞬间呆愣住 万万没想到还有人会对他这么好 殊不知梁英却是气得肺都要炸了 陆峰这个家伙 一片好心给他缺解成了这番模样 很快轻落就听话地坐上了车 身姿鼻挺地端坐在对面 梁英也就注意到 他额脚还在不停地流汗 梁英立刻拿出一包湿精纸 二话不说就要给他擦汗 可轻落竟然立刻躲开了 坚持要自己擦 梁英气得蹲蹲蹲直灌凉水 好不容易才将怒火压下去 心里暗骂他不识好人心 就在这时马车碾过一颗小石子 下时间马车一阵剧烈的颠簸 梁英猝不及防向前倒去 正正地扑进了轻落怀里 好巧不巧地双唇印在了一起 两人瞬间都惊呆了 梁英赶紧挣扎着起来 不好意思地想要解释两句 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谁知轻落前线一步开口劝解 刚刚不过是意外姐姐不必戒怀 梁英被噎得差点一口老血吐了出来 说得好像谁要占你皮衣呢 他却没看到轻落紧张的双手 衣服都要被抓破 脸颊更是滚烫的能尖鸡蛋 很快梁英就带众弟子来到一个小村庄 据宗主说他回宗门时 被苍山下的一群村民拦着 原来苍山村近日总有人半夜失踪 找到后都已经离奇死亡是怪异 梁英带着大家来到苍山村 只见村子上空有黑雾缭绕 这只厉鬼可不简单 梁英当即令人挨家挨户地搜 可很快就发现这里的屋子都空无一人 金牌杀手重生成恶毒女反派 第一次带着子弟下山历练 发现村庄上空有黑雾缭绕 而村庄里却空无一人 梁英当即下令踹门而外 心机小师妹跳出来装圣母发言 我们可是修道之人 怎么能做出替别人房门这种事 众人也跟着纷纷附和 大师姐这样跟村妇有何区别 真是败坏我们青蓝宗的名声 梁英见状失笑一声 猛地回头眼神讥讽地看着来人 小师妹顿时吓得心头一惊 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难道他他已经发现 我在故意地讥讽他 下一秒他就赶紧告诫自己不可能 大师姐那么纯怎么会发现 此时梁英霸气侧漏地表示 若命都保不住了 还要这些房子做什么 说完就带头一脚踹开房门 众人寄进去一看 只见一个男人 被五花大绑扔在地上 而他的脸上赫然长着一张小小的人脸 那人脸还在痛苦地哀嚎着 煞时间众人大惊失色 纷纷害怕地喊着这是人面疮 一边喊一边连连后退 谁知梁英的神情更加阴森 这不是人面疮 而是人面疮 人面疮比人面疮更厉害 一旦感染脸上 就会长出扭曲的鬼面 一张接一张 最后长满全身 同时人面疮出现 必定有鬼羞作祟 只有死去的鬼羞 才能制造出人面疮 煞时间弟子们都闹腾起来 这任务太艰巨了 我不行 人面疮传染速度太快 我怕我被感染上了 梁英立刻拿出 防止感染的丹药 一人一颗分给大家 心里却总有种不祥的预感 这人面疮已经这么严重 村子里的人 应该早就感染上了人面疮 那么先前拦住宗主的几个百姓 很可能也感染了 梁英顿时悚然一惊 不好 宗主他们也有可能被感染了 梁英连忙将事情告诉一个师弟 并且让他带着丹药 立刻赶回宗门 让宗主和其他弟子都服下 小师妹在旁边不屑地反驳 若是那些百姓感染了人面疮 师父怎么会没有告诉我们 现在回去送药 根本就是多此一举 梁英懒得跟他跟他争辩 只说人面疮最开始长的地方在腹部 师弟得知事关重大 当即起身告辞离开 随后梁英在房间里找到了藏起来的村民 村民一见到他就开始砰砰磕头 嘴里还喊着仙人救命 梁英顿时有些不解 既然这样刚才为什么不开门 村民说这里一到晚上就会听到敲门声 开了门的人就会消失 等过几天 尸体就会出现在后山上 死状都很凄惨 梁英立刻意识到问题在后山 当即留了几名师弟在那 帮忙把人面疑解了 然后带着其他人上山 因为此行太危险 梁英决定将青洛留在山下 青洛很不情愿 小师妹当即跳出来冷嘲热讽 师兄好不容易有一次历练的机会 大师姐难不成是怕师兄风头盖过自己吗 少女穿越成恶独女反派 带弟子历练竟遭遇僵尸围攻 她为了救报受伤 谁知对方却转身去就白电话 梁英没管小师妹的冷嘲热讽 只询问青洛是留下还是上山 青洛想跟着上山 她想和师姐一起 梁英文言只好同意 众人举着火把往山上走去 半路小师妹突然娇滴滴地哀压一声 师兄们纷纷回头 关心地问怎么了 小师妹柔弱地笑道 没事 就是被绊了一下 说完又羞涩地转头 幸亏有师兄扶我 梁英顿时脸色一黑 这小师妹真是茶意大师 空中突然有什么东西飞掠而过 梁英察觉不对大喊道 大家小心有东西来了 众人顿时警惕起来 背靠背以防被偷袭 不料地下刷地钻出个手 众人一惊 竟是僵尸 回眸看去 师弟们已经陷入苦战 众人根本不是僵尸的对手 梁英迅速上前 一剑把僵尸的头颅砍下 随后大声提醒众人 砍掉头颅才能将其杀死 轻落文言朝头颅砍去 下时间又一群僵尸冒出来 眼见僵尸越来越多 梁英连忙让人放心耗蛋 这是一个黑影出现在半空中 你们这些狗屁修饰还指望着救援 真是一响天开 今天你们谁也别想逃 说完他向轻落后背偷袭而去 梁英见此顿时极了 却没注意到自己身后的僵尸 被深深抓了一下 但他还是强忍疼痛 冲上前将偷袭轻落的黑影挡下 轻落看着他后背的血痕 瞬间心疼了 这是为了救我受的伤 梁英让他退后 接着一剑披向黑影 黑影冷笑道 还有个厉害的 那你就先死吧 梁英立即跌落在地 身后小师妹也倒下 轻落剑撞挡在他身前将人救下 梁英不敢置信 被一剑穿透胸膛 青蓝宗门主终于赶到 一招逼退了僵尸 梁英站起来摇摇晃晃走到轻落面前 为什么救他而不是我 小师妹他太柔弱了 我以为姐姐能保护好自己 梁英失望到 所以他在你心里是精致欲印 而我就命如草剑 说完终于支撑不住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后 系统满是幸灾乐祸 瞧瞧你可怜的 不愧是倒霉但转世 大boss居然去救了别的女人 你现在有什么对策吗 梁英很平静 我决定顺其自然 另一边轻落在被罚砍柴 砍不完就别想睡觉 突然听见有人喊大事件 轻落连忙看去 却见梁英和许然一同走过来 少女大方地原谅男主不救自己的事 不料对方居然黑化了 小可怜男主一时想不开 竟要跳牙 轻落和梁英对上视线的一瞬间 不禁闪躲着避开 梁英上前把伞递给他 雨太大了你先回去 轻落愣愣地接过 许然关切地上前为梁英挡语 师妹大病出欲可别淋雨 梁英笑着道谢 两人之间意识分为极好 随后许然叮嘱轻落 师弟这雨太大你还是先回去吧 眼看两人要离去 轻落忍不住一把拉住梁英的胳膊 但被询问有什么事 又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 半傻 他松开手 很是内疚地向梁英道歉 姐姐对不起 上次梁英打断他 师弟不必自责 上次是我不该对师弟问出愉悦的话 说完他便转身走了 轻落望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任由雨水打在身上 内心满是不解 为什么自己的心 痛得快要死掉一般 回去的路上系统鬼哭狼嚎 我低天要不要人活了 无缘无故的大boss的念痴 怎么还长了 梁英一脸猛逼 我都没说什么重话 还原谅了他 没理由黑话呀 你帮我看一下轻落那边什么情况 系统看完瞬间炸毛 大boss怎么又和白河搅合在一起了 这女人还给他撑起了伞 倒霉蛋快去首次白莲花 把大boss夺回来 可惜梁英并不想去 他一想到再过不久 轻落会被抽走天赋武林打落山崖 就只想在这之前多补偿他 系统傻眼 这么圣母的话 怎么会是反派说出来的 小师妹拉住轻落的袖子 师兄我是不是哪里做错 惹你生气了 你告诉我我给你道歉 轻落满脸冷漠 小师妹自重 男女瘦瘦不轻 说完转身就走 小师妹不甘地说道 大师兄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了大师姐 他一把拉住轻落的胳膊 他可是你的姐姐 你怎么能生出这种心思 轻落此时满心混乱 下意识抽出自己的手否认 我才不喜欢他 小师妹亮腔地跌到地上 看着轻落慌忙跑走的背影 内心的极度快要把他淹没 轻良音我不会放过你的 系统突然发现 轻落的黑化值又涨了十点 随后一看 人居然跑到了山崖边上 良音大惊失色 怎么回事 他不会是一时想不开吧 想到这他急忙推门而出 轻落在山崖边上怀疑人生 为什么会这样 自己怎么可以对姐姐生出这种心思 他的心一阵抽痛 那可是姐姐 脚底下的石块却突然裂开 他瞬间往后掉了下去 少女未救大巴斯摔下山崖 还把自己摔骨折 大巴斯心疼地把人抱进山洞 良音见轻落摔下山崖 想也不想地扑上去把人抓住 轻落瞪大双眼 两人一同掉了下去 不知过了多久 良音茫然地睁开眼 他扭头一看 轻落满身是血地躺在旁边 掉落的时候 轻落抱着他换到上面 因为垫底所以伤势更重 良音连忙挣扎着爬过去 腿部却传来一阵刺痛 这时轻落也醒了过来 他看见浑身是伤的良音 急忙起身把人扶起来 姐姐你怎么样了 忍一下 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 他四下张望发现一处山洞 咬牙把良音抱了起来 良音看到他肩膀上的一团血迹 担忧的急切道 轻落你受伤了 快放我下来 轻落没听还让他别动 系统突然震惊 怎么大巴斯又黑化了五点 良音愣住 怎么可能又黑化 系统崩溃到 刚刚突然一下黑化了五点 到底有没有搞错了 良音文言嘴角勾起 我知道他为什么黑化了 系统满头问号 这是在打什么哑咪 两人进到山洞内 轻落担忧道 姐姐我先帮你伤药吧 良音见他伤势更重 让他先给自己伤药 没想到对方坚决要先帮他伤 没办法 良音只好拉起裙摆 轻落见到伤势止不住的心疼 姐姐对不起 都怪我 良音一愣 伸手掐住他的脸 干嘛这副表情我真的没事 别伤心了快帮我伤药 姐姐刚才捏了他的脸 轻落顿时脸色羞红 他慌乱地拿出药瓶 将要涂抹在良音腿上 尽管动作够轻 却还是疼得良音撕了一声 轻落瞬间紧张起来 姐姐是不是很疼 良音笑着否认 就是突然觉得有点冷 说着他解开腰带 你能不能帮我把衣服烤一下 轻落刷得满脸通红 羞地转过头去 姐姐你等我摆腰上了 再帮你烤衣服 良音伸手抚上他额头 脸那么红不会是病了吧 轻落蹭蹭蹭后退 完全说不出话来 良音叹了口气 轻落你是不是很讨厌我 轻落连忙解释道 不是的我不讨厌姐姐 我只是很少和女子接触 可你和小师妹也经常接触 我看你也没有这样了 轻落低下头 姐姐和他不同的 因为姐姐是我的亲人 所以良音恨铁不成钢 冷恨一声抢过药瓶 准备给他包扎伤口 轻落只好红着脸脱下衣服 看见他后肩上深深的划痕 良音瞬间心疼了 这么重的伤还要抱我进来 你是傻瓜吗 他才是那个需要付出弥补的人了 少女重生成恶独女反派 为快速降低黑化男主的恶念值 竟在荒山野岭开始宽衣解怠 良音哭唧唧地说闭嘴 不想跟你这个骗子说话了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手还是在轻柔地为轻落母药 轻落嘴角微微上扬 心想姐姐对我这么好 我却生出了那种心思 良音羞涩地低声细语 轻落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轻落见状有些疑惑地表示 是姐姐你说 良音直接扑上去亲吻着说道 轻落我想要你 轻落有些难以置信地摸着嘴唇 羞答答地说姐姐刚当你 良音就收放自如 轻抚着自己的红唇 你说的可是刚当这个 轻落一脸娇羞地撇过头去 紧紧扯着自己的衣服 良音却已经开始宽衣解带了 还说是衣服穿得太难受了 师弟你帮我烤肝吧 文言轻落顿时神情慌张 吞吞吐吐地叫着姐姐 良音见状神情黯然地说 怎么 轻落这是不愿意为我烤衣服吗 轻落有些不知所措 傻愣愣地小声嘀咕不 不是 猛地大喊道我愿意 我愿意为姐姐烤衣服 良音秒便喜笑颜开 那就麻烦你 系统惊呼大爆的恶念值 居然骤降四十多点 开心地手舞足蹈 只要这次的洗白任务成功 妖地大人的封印一定会松动 天课后轻落就将衣服烤干了 然后双手捧着递给良音 良音也趁机一把握住他的手 轻落的小脸瞬间爆红 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 也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羞涩地说我想和你做双修道理 文言轻落直接一把抱住良音 哭唧唧地表示我也喜欢姐姐 喜欢到骨子里 良音却担忧地提醒她赶紧放开 不然待会儿伤口又要裂开了 文言轻落为了不让姐姐担心 就乖巧地立马放开了手 良音又伸手让轻落把衣服脱下来考一考 轻落听话的立马开始宽衣解带 却又突然停住 羞答答地说姐姐你能先回避一下吗 良音赶紧用手捂住双眼 宠溺地说好了 我不看你赶快换吧 可她怎么会这么老实呢 下一秒又张开手指 红指缝间开始偷看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肌肉丰满 线条分明的完美身材 转眼轻落已经换上了烤干的衣服 忽然洞口却出现了一个黑影 天煞孤星穿回前世逆天改命 与还没黑化的大boss在山洞约会 刚刚告白成功就来了个电灯泡 三洞口的黑影发出一声冷笑 悠喝 没想到这拜山腰里 居然还有两个受伤的修饰 真是天助我也啊 见状系统喵提醒道 倒霉但注意 外面来的这个鬼羞 就是前世轻落遇到的那个 大boss等一下肯定会黑化堕魔 你可要保住小命啊 听完梁音抓紧轻落的衣袖提醒 轻落你一定要小心这个人啊 轻落安慰他没事 不必担心 但眼神却警惕地瞪着黑衣人 黑衣人边凑近边说 你这小子还带着这么个大美人 真是厌服不浅啊 不如我帮你好好疼爱他一下 听到这番言论的轻落 直接忍无可忍 当即就拔剑冲了上来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灰剑划破了黑衣人的脸 被划伤的黑衣人也不再隐藏 当即亮出自己的利爪开始拼杀 梁音看着两人的战斗 轻落渐渐落了下风 便着急忙慌地问系统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暂时恢复腿伤 他要去给轻落帮忙 系统喵却冷酷地表示 因为我们来到这边 历史主线已经偏离太多了 他现在必须黑化 你明白吗 梁音心痛地捂着胸口 可是我不想看他这么辛苦 系统喵继续劝谐道 你能和他再相遇已是不易 你们早就不可能了 听着这些刺耳的话 梁音不由地流下了泪水 然后不顾会被反射而死的后果 强制使用禁术接骨也要去帮他 系统喵见状急得怒声咆哮 你不能去帮他 他现在必须被魔修杀死黑化 才不会破坏主线 梁音只是不停给系统道歉 一开始我的确是为了自己才接近他 但是现在我只想保护好他 系统喵看他心意已决变说道 受到反射后你根本活不了多久 就算是爷爷无法为你续命 最重要的是你死了 这一世的反派洗白任务就失败了 梁音却说 系统你放心 我会完成任务 但我也必须救他 此时的轻弱已经被逼到了绝境 下一秒就被黑衣人无情地踩到了脚下 黑衣人夸赞到你小子果真有点实力 不过很快你的天赋伶俐就会被老夫吸收 说着就准备动手将轻弱了别 千军一发之际梁音及时出现 挡下了这致命一击 轻弱见状焦急地大喊 姐姐你快走别管我 梁音则坚定地将他护在身后 我不走 是死是活我都可以 文言轻弱暗想 我何德何能 让你爱得如此之深 一番激烈地打斗后 梁音还是不出所料地晕倒在地 黑衣人看着轻弱说 看来你这臭小子很喜欢他 那老夫就先抽了他的灵根 眼看姐姐即将殉命 这激发了轻弱体内的半腰之血 当即化身半腰 重生归来的恶毒女反派 为完成洗白任务 不惜舍命保护还未黑化的大包 轻弱看着姐姐 为保护自己拼到力竭晕倒 还要被鬼秀抽取灵根 他体内的半腰之血 因此被彻底激发 化身半腰的轻弱 一个闪身来到黑衣人身后 二话不说 直接一击将黑衣人胸膛贯穿 被击杀的鬼秀 瞬间化作一缕黑烟飘散在空中 击杀敌人后 轻弱第一时间上前扶起倒地的梁音 系统喵看着化身半腰的轻弱都猛了 暗想古代也流行撞山的吗 这打扮怎么和自家的妖帝大人那么像 要不是因为长得不一样 我都以为就是妖帝大人了 在轻弱焦急的千呼万唤后 梁音终于是睁开了双眼 轻弱立马安慰他姐姐你别怕 我不会伤害你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为你恢复武林 梁音文言说道 轻弱我不怕你 也不需要你为我恢复武林 轻弱满脸的哀伤又不解的问 为什么 为什么不恢复武林 梁音面带笑意的问 轻弱 你相信前世今生吗 文言轻弱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相信 只要是姐姐说的我都相信 梁音忏悔到前世我做了很多错事 我伤害了你 就算最后是个误会 我也让你在绝望中死去 真的很对不起 我是从遥远的未来来找你的 你信吗 轻弱看着气息逐渐微弱的姐姐 痛哭流涕地说我信 姐姐你别说话了 然后一口咬破自己的手腕 试图用自己的半腰之血拯救姐姐 梁音却一把握住轻弱的手 让他不要再伤害自己自己会心头 因为他知道这都是无用之举 然后残喘着道别 轻弱 我喜欢你 比任何人都喜欢你 请你原谅我的离开 说完就如同一旁的柴火一样熄灭了 轻弱抱着怀中 已经没得气息的姐姐伤心欲绝 泪流不止地倾诉自己对她的爱意 灵体的梁音看着轻弱如此难过 也只能神情落寞地连声道歉 系统喵无奈地安慰她 走吧 任务完成了 你让大爆放弃了执念 消除了恨意 已经做得很好 梁音也明白不可能有更好的结局了 只能含泪回答道 随着轻弱的恨意消失 妖帝大人的封印也有了些许松动